這樣堆我們獎金會堆很高 下面一題請出題 請作答 對啊 一定不是身高高嘛 一定是臉型寬的音箱比較大 對 整個共鳴腔 應該是這樣講的 柯同學是不是 因為我的臉型蠻寬大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這個大 沒有 你不夠寬大 你聲音是蠻小的 但是演說的時候就會寬大 你演說的聲音是多寬大 講一下我們評判 各位評判老師 各位參賽同學 大家好 好 還幾個剛好 你也是那一型的 有 那待會兒可不可以用這個音量 跟我們觀眾講講話 聊個天吧 不然你那麼低聲音 我的耳朵要睜開了 笑氣啦 對 可是你看這幾個 這麼多會說話 沒有一個臉大的 那怎麼聲音傳達呢 我們 其實我們兩個臉比較寬廣一點點 對啊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臉型寬闊的人 除了身帶之外呢 人體還有很多的構造啊 都會影響我們一個人說話 聲音跟品質 比方說臉呢 比較寬潤的人 代表啊 你的身波在頭部嘛 頭比較大 共鳴的空間也比較大 所以你說起來呢 聲音可以傳的比較遠哦 或是你肺活量好的人啊 不管是唱歌 講話也會中氣十足 還有大家不要駝背 你抬頭挺胸講話的聲音 會比一號之後 容縮話更清亮 還有你講話的時候 你嘴巴的形狀 你牙齒怎麼放啊 或是你當下 牙齒怎麼放 對啊 牙齒的齒裂啊 因為你如果說在裡面 就是這樣子 這種感覺 都會有影響的 甚至你當下的身體 今天精神好不好 精氣神好不好 也會影響你說話的聲音哦 是 來 又加五千 對啊 一萬五了 三題就一萬五了 怎麼辦 就這個聽聞超過十萬 我給你 下面一題請出題 請做答 好 映辰有機會把錢拿走 你一個人寫A嘛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那個書法有人說就是 感覺他在跳舞的那種感覺 但是如果是選跳舞的話 也不能說他是靜止的吧 所以我比較覺得他像是無聲的音樂 我自己感覺 他們解說那個文字寫起來像舞蹈 對 合理對吧 那無聲的音樂 可是樂譜 也是屬於這樣 因為感覺他的那個書法那個文字 也像樂譜 對 恩怡 我是想說因為像 草書又會有這些這種 寫起來很心語流水的這種感覺 就會讓我覺得他們像一跳舞一樣 對 其實他們是靜止 他並沒有在進行動態的動作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無聲的音樂 哇 書法是要保持漢字這個形象特徵 在這個基礎上 有筆法 墨法 彰法的變化 然後變成一門藝術 然後是美 讓人家覺得很美的享受 而且可以陶冶我們的精神 所以中國書法被譽為 有情的圖畫 無聲的音樂 陶冶性情 這是有情的圖畫 無聲的音樂 大家記起來 再加一千 因為只有你跟答對 這一第一回合有16000的獎金 請灌入陳映辰的帳簿 因為你獲勝 對 你現在25000了 還有機會 大家都也還 大家有機會 來 第二輪了 請出題 發展的環境 請問當中的水字 在典故當中指的是誰 A 諸葛亮 B 司馬懿 請作答 映辰選出諸葛亮是理所當然的 對不對 你認為 我就是好像有聽過這個的典故 但是我有點忘記 然後憑著印象好像是諸葛亮 所以我就選了諸葛亮 奇異 終於又點他了 來 我也有 我其實還沒有 我跟憑著的印象是剛好相反的 什麼 跑不去 誰聽到的是正確的 但是好像是在三國演藝後期 才看到這個 但後期的話 我會比較想要猜是司馬 所以這位 你看這第一題就分有分歧了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诶 諸葛亮 其實三國時代的時候 劉備得到孔明的相助 就稱我自己 由於之由水 因為劉備跟諸葛亮之間的關係 非常密切 那諸葛亮的才能 跟劉備的需求非常契合 所以劉備得到了諸葛亮的幫助 就很像如魚得水 但是以總觀歷史 他也得到了諸葛亮 他也得到了鳳祖 有沒有 龍鳳都有了 他還是沒得天下 對啊 是 三位請到旁邊休息 稍微休息一下 來 請加兩千 下面一題請處理 職子之手與子偕老 常被用於表達男女之間浪漫的情愛 事實上 這句話最初的意思並非如此 請問 這句成語最初適用於敘述下列何種關係 A 戰友之情 B 師生關係 請做答 戰友之情 對 哥同學請說 我覺得 丙子偕老 比較有可能是 一起奮戰到最後 對 但是師生感覺會有年齡差 不會到最後 不可以老 老師比較長壽嗎 好 映辰也是這樣講嗎 我是看到直指直手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 攜手一起走到最後那種感覺 因為跟老師可能就是 有點傳承的意味 但是如果是跟戰友的話 是兩個一起往前走 他把師生想得好乾淨 他說是傳承的意味 我想到是 師生那些 是有師生練的 對不對 對啊 來 你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戰友之情 其實呢 春秋戰國時代很多戰爭 那直指之手 與子偕老 這句話呢 是出自於 詩巾的背風 擊鼓這一篇 說的是呢 兩個啊 要上沙場的年輕戰士 要給彼此加油打氣 說 哎 我們兩個牽起手 互相鼓勵 一定要一起撐到最後 不要死在沙場上 要一起活到頭髮變白 所以說的是 袍澤之情 不是男女情愛 我來征戰幾人活 你想 當兵出去幾年在一起 跟家人都沒有 一出去都要幾年回來 對啊 但是每天跟戰士在一起 20小時 你看那個戰爭片 常常今天聊一聊 明天他就陣亡了 嗯 所以那個之間 大家之間的 那個同袍之情 會緊密在一起 沒錯 戰場上你不支援我 我不支援你你就死了 對啊 所以那感情勝過一切 那是不是就是指指手 一直去 所以才會用到婚禮上 還是婚姻如戰場 有可能 也不是真的 真的同袍 軍中的同袍 對啦 真的是日月就生死 就站在第一線 那種感情是每天 那種洗澡也在一起 吃飯也在一起 比夫妻還更在一起 真的 睡也睡在一起 對 對不對 來請加兩千 好 兩個 第一題一樣了 好 下面一題請出題 請作答 大家一定先九天七夜 為什麼 五天七夜太短了 因為你不是九天八 也哪有九天七夜 我是這樣子 對啊 對啊 那叫五天四月 那個是日本型吧 五天四月 居家九 自由型 那九天七夜 就已經明顯告訴你 就是答案了 怪怪的 這製作單位有個笨 哈哈哈哈 來請公布正確檢查 正確答案是 九天七夜 舉那個江南的考試 每次考三場 每場三昼夜 然後來舉個例好了 到底考什麼 第一場考的是八古文 你要從四書五經裡面 選出來出題 那第二場考的是官場應用文 看你的公文 上下往來有不同的寫法 還有根據要提供你案例 然後還要寫司法判文 對這一種 那第三場考什麼 考策略 就是具體的國際民生問題 你考生有什麼建議 有什麼答案 對策跟辦法 那中間要換場兩次 對實際上來講是九天七夜 那科考在當時 是國家大事 朝廷大事 考試要非常順利 然後都有點閉門 所以即便是火災 發生火災 如果有考生燒死 那個鎖也不能開 也不能開那個鎖 所以有風險 對啊 來 加兩千 所以以前的公民 就是靠這個考試 對 來 下面一題 最後一題了 你們兩個 請出題 英文用語 All of the blue 從藍色裡出來 是指什麼意思 A 出乎意料 B 青出於藍 請做答 都一樣 是猜的嗎 暈辰 我之前好像有看過 也是來上節目的人 有出過這一題 但我忘記是不是這個節目 但是那個來賓就有解釋 為什麼是A 但是我忘記為什麼了 對 但是我好像有看過 這是我們節目嗎 好像是 OK 你應該看的是曾過城的 不是我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 當然是 欸 出乎意料 你想想看這個 Blue字的就是 Blue sky 本來天上呢 藍天白雲的好天氣 忽然間就變了天 所以Out of the blue sky 或是Out of the clear blue sky 意思就是 天上本來天氣很好 不知道哪裡來個烏雲啊 毫無預警 突然之間發生的事情 嗯 好 你們兩個都是 連三題答對嘛 再加兩千 所以4千塊請輸入陳映農帳戶 另外4千塊請輸入 柯同學 三位同學請回來 這是第二輪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託 ATM 誰敢來Battle 訂閱拜託 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